《水域之交》出自管子小问中的一句话 是有之 浩浩者水 御御者于 未有家事 而安照我去 名字其欲是乎 《水域之交》指向于河水二者的关系一样 就是指君臣之间或夫妻之间的情谊 在汉沃三国时期 提及《水域之交》 大家立刻就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刘备和诸葛亮 史书上记载着 巫氏与量刑好瑞蜜 关羽 张飞等不悦 先主解之曰 孤之有孔明 由于之有水也 愿诸君勿赋言 于非乃止 在某种意义上 曹操和郭家也是这样一种关系 说到水域之交 我们常常会想到刘备和诸葛亮 这次我想分享一下孙权和诸葛景的一些译文 一起了解东吴主公和诸葛景之间的羁绊吧 孙权的靠山人物诸葛景年少 原本就在洛阳待过一段时间 但实质乱世 洛阳遭受了董卓的暴虑 为了这暗无天日的环境 他和家人一起南下来到了江东 经过多方辗转引荐 诸葛景于是就加入了孙权一方 孙权一旦有什么心事 常常会去拜访诸葛景 并听取他的意见 两人的关系也被逐渐稳固 可以理解为是一气相投 值得注意的是 诸葛景每次在对孙权发表意见的时候 从不着急具体表态 只是稍微表示出自己想法的一些倾向 粗略地表述意图 所有问题点到为止 如果沟通中一发现孙权有抵触情绪 或与孙权想的不一样 就赶紧转移话题 找其他机会再徐徐道来 顾问兼仲裁员另外 诸葛景是孙权的好帮手 同时也是孙武武将们的仲裁员 朱志和孙权曾有些不和 孙权也对朱志有怨恨的地方 但孙权总想要把表面功夫做足 不想亲口责备朱志 于是就闷闷不乐 诸葛景发现后 用换位思考等方式 了解了孙权苦闷的原因 最终谨慎地写信表明理解孙权的 烦恼并给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孙权看到信后 对诸葛景暂口不绝 另外于藩因为性格狂妄曾被流放 在无人说情的尴尬时期 只有诸葛景多次说情 看来 诸葛景也并非教条主义 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于藩得知后很感谢诸葛景 而孙权对诸葛景的求情 也并没有任何负面表示 逐渐孙权越来越器重诸葛景 每次遇到大事儿都要咨询他的想法 为什么不是张昭 在劝谏君主的问题上 前有于藩被流放 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张昭 张昭虽然有较好的判断力和责任心 但张昭并非受孙权待见 张昭在犀利提意见的同时 也很容易和孙权产生对立 在史书上我们轻易就能找到相关的例子 张昭不久后也因此被疏远 结合诸葛景提意见的方式 参考雇佣与孙权的紧密配合 完美认知丞相职位 我们很轻易就能看到差距 诸葛景委婉地提出意见 对于孙权来说也是难得的存在吧 完全信任后来 无数就归还荆州仪式发生争执 诸葛景作为东吴的发生者 与蜀汉方面有书信往来 此时东吴的一些大臣认为 诸葛景派遣了儿子前往属地 诸葛景很可能叛变 并将此事告知了孙权 孙权在敏感时期表示 我和紫玉有生死不改的誓言 紫玉不背叛我 就像我不辜负紫玉一样一句话 足以说明一切 相交刘备与诸葛亮始于之交 孙策与周瑜之间的断经之交 孙权和诸葛景两个人之间 有着不输给那些例子的情谊 孙权和诸葛景的相遇也许开始于 一段平凡的因相互需求的缘分 但一想到这次孙权和诸葛景完美的相遇 就觉得这就属于历史的浪漫和有趣的瞬间